提出我們重要的主張 柯文哲已經提過了 公開宣誓 以後的國會改革 包括 要恢復立法院的隔魁同意權 而且他當選總統 他也願意到立法院 進行國情報告 明年2月1號 我們民眾黨的波恩區 進了立法院 還有很多我們現在正在奮鬥的 區域立委進了立法院以後 我們要聯手打造一個新的國會 那今天我們三位波恩區的立委在現場 我先幫他介紹兩位等一下上台 幫我們講我們改革方案的專家學者 第一位大家一定非常熟悉的是我們的戰神 黃國昌 國昌是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博士 那等一下他會針對國會的生態 國會的改革也提出民眾黨未來在 國會辦理的重要的角色還有我們的方向 另外馬上要上台的是大家也非常熟悉 是非常有名的 東吳政治系的這個教授 劉淑斌劉教授 劉教授是德國科隆道學政治學博士 他專長是德國政治跟政府跟政治 歐盟跟歐洲的整合還有國際關係 來我們現在先熱烈掌聲 我們歡迎我們第一位專家 劉淑斌劉教授上台 各位的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淑斌 也是呼應 目前是在民眾黨的部分區立委幫中 應該是提名第九位 當然我站在這裡來的 就是算是我們在民眾黨的第一次要 展開了所謂的部分區立委上面的 開出第一站 第一炮這樣的一個先生 那在這邊呢 也是呼應這樣的趨勢 所以我們今天 在我的專長還包括柯P在 從10月9號開始的時候 他在做憲政改革的這個議題當中呢 就已經出現了 其中呢 尤其是我們正式要選的是 2024年的總統還有國會 那國會這部分呢 作為一個監督力量 最重要的是 要去怎麼去進行 就是我們今天這場進審會裡面的重點 好那我們現在就往下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我們在2008年之後 我們一般熟悉的是 台灣是一個半總統式的國家 那半總統式國家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總統民選 那總統任命的這個行政院長 但是呢 立法院是監督行政院 行政院呢 像立法院負責這樣的重點 還是維持著 但是呢 因為這樣的一個文固呢 我們後來呢 被半總統制之後呢 再重要的是 因為格魁已經的統一權已經沒有了 好 那我們現在繼續往下看的時候 但是在2008年的選舉的這個情況之下呢 是立法院跟總統的選舉是在一起的 那這種一級選舉的情況之下呢 就變成了一致性的政府 那一致性的政府的情況呢 就變成如果總統又兼任的黨主席 就像小英總統這樣的情況之下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的是 總統有權無責 齊政院長有責無權的情況就特別嚴重 好 那 那我們在這邊特別重點要強調的是 如果 還有一個所謂的隔魁的同意權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在於 這個 國會呢 再根據憲法當中來講呢 總統呢 接受國會的邀請呢 到立法院去做國情報告 但是呢 這事實上都沒有執行 為什麼 大家想想看 如果總統 他在任的時候 可以到立法院去面對立法委員的 這個正面的提問的時候 那 他 就會受到朵莎的壓力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即使之前都有承諾 但是事實上 事實上都沒有執行 尤其到現在 這部分的情況就出現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在於說 如果我們要監督的是 這個行政權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在於 要經過媒體像各位的 這個媒體大哥大姐 就在這邊可以出現到的是 要經過媒體做為第四選的一個監督 但是呢 很 我們可以看到了 而且事實上過去的歷任總統呢 大家都有例行性的去跟 從立法 就跟這個媒體的這種查詢 就是提問的這樣的情況 大家都十分熟悉 可是呢 在過去的情況之下呢 總統呢 曾經 745天的情況 曾經在745天的情況 不是 不是要轉過去 在745天 大家知道745天是多久時間 超過兩年的時間 沒有接受媒體的這個聯訪提問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作為一個 這麼大的權力的一個政府 這樣的總統 在這種情況之下的時候 如何的來去監督加強 那這邊大家也可以知道 在這個長期的執政下來 一次新政府的情況之下呢 就會出現到 國會本身就會去 國會本身 政府本身呢 就會缺乏監督嘛 他就變成說 是 容易去貪腐 甚至變成財政紀律呢 是 沒辦法維持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甚至還會出現到 黨議呢 就是超過民議的這個情況 那因此我們繼續往下看的時候呢 就可以知道 那這樣的情況 怎麼去改變呢 改變的時候呢 最重要的是 因為 馬上 一個多月之後選舉了 那就是這次選舉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選舉總統之外呢 更重要的呢 就是在包括還有在立法院的這樣的 一個選舉 那立法 這邊選舉當中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的是 總統 行政權這邊 必須受到強力的監督 那這個強力的監督的情況呢 怎麼樣去進行呢 首先我們再看看 這個部分 往下 是往這邊對吧 那這邊看一下 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先從怎麼樣的 講立法委員的產生 立法委員大家知道有113席 那這113席的情況呢 是這邊有三類 其中第一類的 73席的區域立委的選舉 居立委選舉就是所謂的 單一選區多數決 那這邊呢 是大概佔了64%的這樣的敵重 第二部分呢 是原住民的 這樣子的 山地和平地原住民 各三席就六席 那大概佔到5%左右 第三類呢 就像我現在 柏昌老師的山山 這部分呢 就是在34席的全國部分區域 僑選立委的 這一部分 那這部分呢 佔大概就30% 可是這個選舉當中 大家可以知道 單一選區多數決的 這種選舉方式 在我們政治學的ABC裡面來講的話呢 就是會出成的兩黨制 有利於大黨 而不利於小黨的情況去存在的 好 那另外一部分 這樣的第二個多的是 在34席的部分 是30% 30% 是所謂的 所謂的政黨的 這樣的名單的選舉 那這個政黨的選舉 就是一個用比例上去進行的情況之下 因為它只在30% 所以呢 這 因為也因為 有這兩種的 這 剛剛所說的 30%的這個情況之下 它是比較能夠反映出來 所有的 政黨 它在國會 在民間大眾裡面的這個意見出來 但是只佔了30% 好 那也因為我們剛才最重要 這兩種選舉 在第一類的跟第三類的情況 所以叫做 這個選舉制就叫做混合並立制 那混合並立制要跟大家講 目前大家只有跟 全世界大家只有台灣跟日本有 可是全世界大多數民主國家 就採取到 如果有政黨不分區這種情況下 都已經採取著 政黨的聯立 就所謂的混合聯立制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如果說要真正的去反映到說 國會的 再反映到 一般民眾的大眾意見的話 絕對是要往這邊去講 尤其是它34席 你就是再怎麼多的話 也不可能達到 那更重要的是 如果的民眾的多數意見 不能進去的時候 大家就出現到 就是藍綠 不斷的在惡鬥 第三個聲音 第三種實體沒有辦法出現 更重要的是 藍綠惡鬥之外 還 藍綠惡鬥之外 壓縮了其他的空間 甚至 我們也甚至可以知道 他們自己 即使在在野陣營的時候 在2014年 2014年 小英總統 民進黨還是在 在野執政 在野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他當時會因2016年選舉 他早就已經提出來說 我們就是改革之後呢 如果我們變成執政黨 我們就是要去改革 變成混合聯立制 但是 現在 經過了八年 跳票了 跳票了 所以 不管藍綠之前都曾經提過 這個所謂的混合聯立制 可是為什麼上任之後 就不願意 就這樣 落實 落實這樣的一個改革 就是因為這是最重要的 能夠影響到自己本身的這個利益 甚至還是監督行政的時候 但因為缺乏行政的這樣的 缺乏監督喔 所以本身政黨 就會容易貪腐 那貪腐之後 剛才再說了 財政距離不保 甚至更重要的是 政黨這些部分 透過所謂黨疫去凝架民意的 這事情 通通做了出來 在過去的情況 尤其在疫情期間 就可能更明顯了 好 就現在第三個部分 那這邊還蠻難 再講一下 既然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要反映到政黨的民意的情況 更重要的是 很重要的是 我們的 相對應的這個 國會裡面的這個 席次的調整呢 可能就是有必要了 好 就是呼應到所謂的政黨的這個 政黨的這個民意的 必須讓他這個 呈現出一定有的 實力出來 所以政黨 所謂的國會席次的 這樣一個調整呢 可能就是 一定要做一個 相配套的一個對應 好 那再來一個 更是大家有清楚知道的 如果 好 如果行政權 他必須對 立法院負責的話 那 這個是所謂的 隔魁同意權 絕對是要去把它 落實起來的 那現在在場 包括了 看看上面三位的 包括神經的 行政院長也是沒有 在這個部分 那因此包括柯P 也是強調了說 絕對要恢復到所謂的 隔魁同意權的 這樣的行使 好 那這部分講完 這個大的結構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請國商老師 為我們講到說 立委在做 這個實際上 實權運作的時候呢 到底有哪些 妹妹 尤其是國商老師他當過的是立法委員 就讓我們知道 這樣子的一個 功能 講出 大家所不為人知的 這樣的運作 這樣的一個現象 好 就歡迎到國商老師 非常謝謝喔 劉老師 東北大學政治系 政治學界 非常令人敬重的 一位學者 針對我國目前 中央政府體制 以及民主進步黨 過去曾經承諾過的 必須要把立委的選事 解決票票不等值的問題 以及必須要從現在的 並立制 改成連立制的跳票 以及這樣的跳票 所引發出來的問題 跟大家做了這麼清楚的說明 我接下來要跟大家說明的事情是 2016年蔡英文 民主進步黨 他們所針對國會改革 所提出來的政見 我必須要說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跳票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跳票 面對 這樣一個跳票的狀況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我們的賴清德副總統 我們的執政黨民主進步黨 不敢面對 為什麼 承諾跳票 民主進步黨 從2016年到現在 掌握了過半國會的席次 今天 民眾黨負責任的提出 我們國會改革的政見之餘 我們要 我們的總統 蔡英文 我們的執政黨民主進步黨 給台灣人民一個答案 承諾 為什麼 跳票 這是2016年 蔡英文 在參選總統的時候說的 我承諾 明年2月1號新國會誕生 民進黨會集合所有改革力量 組成進步大聯盟 改變台灣 就從2月1號新國會開始 提出了人民的國會 開放的國會 專業的國會 幾乎全面跳票 2016年 中國國民黨 也提出了改革國會的政見 那當然 絕大多數 沒有辦法落實 我知道 中國國民黨的朋友會說 國會掌握在民進黨的手上 所以這些改革法案 他們推不動 但是我想要邀請朱立倫主席 回去看的是 他當時所提出來的政見 過去七年多 中國國民黨 作為國會最大的在野黨 到底進了什麼努力 提出了多少 國會改革的方案 針對這些國會改革的方案 他們黨籍的立委 又在立法院裡面 做了什麼樣子的奮鬥 過去七年多 我們對於國會改革的總評 兩句話就可以清楚的說完了 也就是公開透明 的確向前的一步 委員會 黨團協商 隨選視訊 IVOD 現在在網路上可以看到 但是 這樣子的國會改革 只是第一步 只有這樣子的國會改革 是蒼白的 是無力的 因為它沒有真正的發揮 國會在我國憲政民主的秩序下面 所要做到的監督制衡的功能 我們為什麼這樣子說呢 第一個 藍綠兩大政黨 在2016年 他們不同的國會改革主張當中 有一件事情 特別的突出 兩黨都承諾要建立 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七年多過去了 我們的國會聽證調查在哪裡 在比較政府上 不管是美國的總統制 英國的內閣制 法國的雙首長制 全部都有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它要建立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行政官員接受國會監督的時候 不准說謊 在台灣 行政官員備詢的時候說謊 是沒有任何法律責任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行政官員在備詢的時候 胡扯 拒絕提供資料 提供不實的資料 只要在質詢台上面 即使在難堪 混過十分鐘就過去了 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我當初還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請教我們的法務部部長 蔡清祥 請問你們承諾的棄保潛逃罪在哪裡 她在正式的國會殿堂上 說行政院已經將棄保潛逃罪的草案 送到了立法院來 當時我馬上要求主席 請議事人員確認送來了沒有 答案是沒有 到底是什麼樣的制度 讓我們一個堂堂的法務部部長 竟然為了要掩飾 自己在推動改革法案的怠惰上 竟然膽敢在國會殿堂上公開說謊 因為說謊沒有責任 說謊不必負責 到今天蔡清祥還是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法務部部長 國會聽證調查制度的建立 對於有效的監督行政權至關重要 這個是國會是不是真的有牙齒 關鍵當中的關鍵 這也是為什麼國民兩大黨 他們在2016年的時候不約而同提出了 國會聽證調查制度的建立 我們要再問一次民主進步黨 我們要再問一次蔡英文總統 請問你所承諾的國會聽證調查制度在哪裡 你該不該向台灣人民道歉 你該不該向台灣社會道歉 承諾跳票了 現在你還有什麼臉面要求台灣人民 讓民主進步黨的國會再過敗 第二個重要的改革 是國會人事統一權的改革 其中的重中之重 當然就是大法官 明年的11月1號 新任的司法院政府院長要就任了 明年當選總統的人 在520就職以後 除了眾多的改革 除了百費待舉的國政 必須要馬上從事以外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課 就是要提名司法院的政府院長 而新的國會 也必須要就司法院的政府院長 以及新被提名的大法官 行使人事統一權的審查 但是 回顧過去20年 台灣 針對大法官 被提名人的國會審查 我必須要不客氣的說 只能用空洞 只能用草率 只能用幾乎淪為橡皮圖章 來加以形容 民間監督大法官聯盟 早在馬政府執政的時候 就曾經提出過非常沉重的呼籲 草率的國會人事統一權的程序 事實上 是對於大法官這一個神聖職位的踐踏 具體來講 2008年馬英九提名大法官的時候 從被提名人出來 到國會投票通過 用了21天 用了21天 當時在野的民主進步黨 痛加批判 把國會當成橡皮圖章 如此草率 匆匆通過 根本就是一種過水式的審查 這樣的國會人事統一權的行使 必須要徹底的改革 結果 等到了我們的民主進步黨國會 全面過半 執政了7年多以後 在今年 他們又提名了四位新的大法官 從提名人選公布到立法院通過 22天 22天 民主進步黨 忘記了當初 對於馬政府時期的批判 對於馬政府時期的批判 民主進步黨 法官 他攸關了我們審查出來的NCC委員 他攸關了其他必須要經過國會通過人事同意權的任命跟提名 是不是國會 民主進步 這些問題的揭露 這些問題的回覆 他們都必須要切解 如果有虛偽不實的話 必須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 在這些基本的工作做好了以後 把他們的回覆 向社會大眾昭告 我們才能夠進行 有意義的公聽會 廣納社會各界的意見 對於這些被提名人 他們的事格性 他們的政治中立性 他們的專業性 他們的獨立性 他們的法學素養 他們的憲政民主觀念 進行充分深入而廣泛的審查 才不會像現在的大法院 現在的大法官 一片綠油油 現在的大法官 15名大法官 全部都是民主進步黨任命 在這個過程當中 國會人事同意權的改革 刻不容緩 台灣國會的荒謬 具體的展現出來的是 在國會裡面的投票部隊 是看著黨團舉的牌子 在投票 所以會出現什麼荒謬的景象 這些國會議員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投什麼 因為不知道自己在投什麼 只會看著牌子投票 所以當前面的人牌子舉錯的時候 下面的人全部投錯票 這樣荒謬的場景 在我們神聖的國會當中發生 大家可以想像嗎 台灣的民主不是應該更深化嗎 台灣國會對於行政權的監督 站在人民的立場 不是應該要更扎實嗎 怎麼會我們選出來 一票一票的立法委員 連自己在投什麼票都不知道 連自己在投什麼票都不知道 搞到前面舉錯牌子 後面全部投錯 全部投錯了以後怎麼辦 跑去告訴主席 我們要重複投票 簡直是把國會裡面 神聖的 代表人民意見的表達 當成兒戲 這樣的國會 必須要被改革 這樣子的國會 必須要重新的樹立 他對於行政權監督 應該發揮的功能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台灣民眾黨 積極的主張 我們要求 建立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我們要求 國會人事同意權的審查程序 必須要改革 而這些要求 這些訴求 事實上 在2016年的時候 民主進步黨幾乎都曾承諾過 我再說一次 蔡英文總統 請你對於2016年 國會改革的票票 站出來向台灣社會道歉 如果不道歉 請你跟台灣社會解釋 請你跟台灣社會說明 民主進步黨為什麼做不到 在做不到的情況之下 民主進步黨 又有什麼樣子的資格 要求台灣人民 讓 民主進步黨 在2024年的國會席次 再度過半 以上 那是我針對台灣民主黨 這一次所提出來的國會改革主張 跟各位所進行的報告 好 謝謝國昌跟劉教授 大家都知道 柯文哲是很重視執行力的 那我們剛剛提過了 我們的診斷跟民進黨挑票 我們接下來會很具體的 跟大家報告 包括柯文哲跟我們不分區 跟我們以後區域立委進去以後 我們國會改革具體的方案 來我們先請劉教授 好 剛才已經做了問題的診斷 針對有病情的立法院 那台灣民眾黨呢 這次也推出了強力的 不分區的立委 這是我們的主力 那這邊呢 再回應到柯主席的 這樣的憲政改革 在國會改革方面的這個主張 第一個就是 改善票票不等值 增加國會多元性 這是最基本的 因為我們的國會是民意代表 他們必須為名喉舌 所以必須能夠代表 所有大多數人的這個民意出現 第二個部分 要產生這樣的做法的時候呢 更重要的是 在選制上面 必須做根本性的改革 符印到全世界裡面 最主要在所謂的 混合聯立制的這樣的做法 讓政黨的這個習次呢 至少到一半以上 而且最後的分配的習次呢 是以政黨的比例來做進行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小黨 就會有出現的機會 不只在 就像民眾黨 或是其他的小黨 而是如果社會當中 還有藍綠的聲音的話 那是沒辦法去 作為基本上面 去把這樣的聲音傳出來的 而且也不利於 民眾的 在立法院當中的 政策的這個 利益上面的 這個交 利益上面的一個 溝通喔 這樣的一個呈現出來 那另外的第三個 立法院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要去監督行政院 那因此 應該回復到 反映的是 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所以我們強烈的要求 立法院要恢復 隔魁的同意權 那這個部分能做的話呢 未來下次再看到的 這次選舉的時候 應該會三黨不更大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非常重要的 當行政權擁有了 那誰是能夠最能反映到 多數立法院名義的 這樣子的一個行政院長呢 才是人民支付 還會反映的是 最多的民意 好那 第二個部分呢 就請的是 國昌老師呢 再繼續針對 在立法院的委員呢 他在質詢上面的時候 扮演他的其他的 這樣的角色 監督上面的角色的時候 應該做些什麼 那就請國昌老師 再繼續為我們做 下面民眾黨的 這樣的三點的一個 總結 我想剛剛在前面的報告當中 我們已經清楚的把問題點出來了 我剛剛在線上看到有些網友 在反應說 這一些制度 這一些制度 對於國會改革 關鍵的重要性在於 必須要建立 行政機關對國會負責 接受國會的監督 這不是空口白話 而是必須要能夠具體的落實在 國會的調查權 國會的聽證權 以及國會的資訊取得權之上 不管是在資訊的取得 問題的回復 甚至在國會面前 答覆監督的問題 如果有虛偽陳述的話 都必須要負法律責任 這個概念容我再強調一次 不管是在總統制的美國 內閣制的英國 雙首長制的法國 早已是當代民主國家 現代國會的基本要素 第二個 人事同意權的行使 必須要更進一步的充實化 而這一件事情 從我們過去 非常多人事同意權 行使的過程當中 由於沒有辦法 進行充分的監督跟審查 鬧出了非常多的笑話 除了我剛剛所講的大法官的審查之外 我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之前所成立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那些委員也是需要經過國會審查的 當初 蔡英文總統 提名了黃黃雄 提名了張天青 當促轉會正副主委 我在國會的時候 極力反對 因為他們完全不適格 只會踐踏台灣人民 對於真正的促進轉型的追求 只追求真相 在真相的基礎之上 促進社會的和解 結果 這兩位人事同意權 在民進黨的護航下 強力通過 不到兩個月 黃黃雄辭職了 張天青 把促轉會 當成政治鬥爭機關 被監察院彈劾了 日前 也遭受到了我們的懲戒法院 做出撤職的處分 何其的難堪 何其的難堪 到目前為止 對於如此荒謬的 人事任命 對如此荒謬的 在民主進步黨 強力護航之下 所通過的人事同意權 我們的執政黨 絲毫不見反省 我們的執政黨 更沒有跟台灣社會道歉 它踐踏了台灣社會 在追求促進 轉型正義的道路上 大家的期待 這些 都具體的反映出來了 為什麼這一些 國會改革的訴求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期許 2024年的國會 不能夠再藍綠 兩大政黨 任何一個政黨 所單獨的把持 所單獨的過半 因此我們負責任的 提出了 國會改革的主張 我們也要求 兩大主要的政黨 清楚的說明 你們對於國會改革的主張 到底是什麼 不要迴避 這個重要的課題 謝謝 大家都知道 明年的立法院 可能是藍綠不過版 對不對 所以很關鍵的就是 民眾黨的 少數的這個關鍵 那今天我們展現了 超越藍綠最強的戰力 我們這幾天要開會 我們也特別強調 以後不管是哪一黨 民進黨跟國民黨 要跟民眾黨合作 要公開透明 而且要提出具體的這個 國會改革這個方案 不只不能夠像 蔡英文引路完之後 一直跳票 只要是要 跟我們關鍵少數合作 變成多數的人 一定要對全民負責 這是我們一向的主張 而且 我們進了立法院 已經貫徹我們這個主張 那剛剛 國商提了 跟劉老師都提了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觀點 就是 民進黨已經跳票這麼多了 那 柯文哲怎麼去改革呢 柯文哲從 上次開了 把國家還給你的記者會 在憲政改革裡面 就提了非常多的 國會的這個改革方案 我提醒大家 這六點是我們的主張 也是我們進了立法院以後 馬上我們就要去執行的 我們會提出我們的 該有的修法 該有這個立法 那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就是 第三點 新增隔魁跟其他人事同意權 還有定期 邀請總統國情報告 柯文哲已經正式先世了 只要他當選總統 這個沒有修憲的問題 他馬上就會做 好不好 第二個 柯文哲有特別強調 不是只有隔魁同意權 其他人事同意權這一塊 大家最近看到了很多的這個P案 特別是國營事業 看大家耳熟人 耳熟人想的 巴西蛋要進口這個問題 那目前流向都不清楚 那他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 如果以後包括中央續產會 他的董監事的人事 是經過立法院號去審查的 這個弊案就可以消除你無險 好不好 我們共同來努力 那我們也保證 我們2月1號進了立法院之後 我們針對國會改革 提出我們的這個主張 謝謝 好那我們現在先拍 等一下我知道很多媒體朋友 都問題可能要問我們 那我們在聯訪之前 我們先拍張合照 好不好 謝謝 我看一下附近前方 一眼就可以往下面一點 他沒有確明 先拍張合照 看一下附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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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附近的附近 看附近人 看附近 天才可以往上面一點 右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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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好 還有哪邊要補助畫面的嗎 好 謝謝 好 現在可以幫我們記者會看 那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是我們不分區立委的第一場記者會 以後我們會很例行性的 下禮拜就有三場 我們會把我們不分區的這個地板 依照每個人的專業 像今天 兩位都是名教授 他們在國會改革跟法律上面 有非常多的專長 那過幾天可能有媒體的 有財經的 我們會陸陸續續把我們不分區的專長 透過他們的專長 一方面讓大家展現說我們改革的接心 一方面也讓大家知道我們已經有具體的 改革方案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現在開關大家的聯辦 中評社 來 不好意思 想問一下國昌老師 就是關於說 因為 最近侯友宜一直在跟賴慶成的校正說 趕不趕斷掉ECFA的問題 那 再加上這個民進黨的國會已經過半 但是這個 兩岸監督關係監督條例 還是躺在立法院還是沒有過 那 不知道您怎麼看這個 2014年 太陽花運動 出關了以後 最重要的核心訴求 就是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在民間社會的要求下 民主進步黨也承諾了 將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立為優先法案 2016年的優先法案 到了2023年消失無終 我想 對於民主進步黨而言 為什麼這件事情跳票 是另外一個 必須要跟台灣社會好好解釋的事情 那至於侯友宜市長 他一直在喊 說 針對 在ECFA的基礎之下 他要怎麼樣去推 貨貌 他要怎麼去推 福貌 那侯友宜市長 恐怕 必須要先回答一個關鍵的問題 目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對於兩岸協議 在國會監督 在公民社會監督上面的殘破不堪 跟蒼白無力 請問侯友宜市長 您的立場是什麼 您是不是也認同 必須要將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 在這個基礎之上 才有可能在全民監督 在國會監督 在公開透明這些重要的核心 基本價值上 進行討論 當初太陽花會 這個運動會產生很重要 就是因為黑箱作業對不對 所以很重要的關鍵點就是監督條例 所以剛剛國昌長特別強調 現在不管是哪一檔 重點就是先把監督條例把它做好 好不好 下一位是 不好意思想要請問一下國昌老師 因為李正濤他連續兩天都在臉書上面 就是指說林岳父在新店的建案 是蓋在這個工業之內 然後有違 就是有違規 然後他要您出面來說明 要不然就證明您是雙標 這個議題喔 其實八年前啊 我跟蔡英文一起聯合競選的時候 那個時候中國國民黨的 好像七連霸還八連霸的立委叫李靖華嘛 就跟旺旺忠實聯手 炒作了一次啊 2015年的時候新聞啊 歷歷在目 結果大規模的或 那個時候應該還有什麼 政府大規模的會堪啊 結果 竟然這樣的事情在八年了以後 冷犯蟲草了無心意啊 唯一 配合的事情是說 民主進步黨透過他的側翼的打手跟綠媒 又在進行這個議題的炒作 我只想說 拜託 珍惜一點 珍惜一點 OK 下一位 來 我想請問一下國昌老師 因為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的 候選人王毅川 他有說要邀請您辯論 那還說因為你們都是不分區的 所以等級一樣 那以及他因為被排在民進黨第14名 那他說他是他在哪裡 那安全名單就在哪 但是他說黃國昌老師是 安全名單在哪他就在哪 這樣 我想我說明的很清楚了 民主進步黨應該要先回覆的問題是說 怎麼賴清德主席如此的確戰 我的邀約到目前我也是都還沒有回覆啊 結果就派了一個 不好意思齁 應該是叫王毅川先生吧 出來 來丟這樣莫名其妙的戰帖 想要模糊問題的膠底 那第二個事情齁 是我也要建議王毅川先生 他可能要必須針對齁 不分區齁 的提名規則齁 恐怕有需要要重新的了解 齁因為如果 連不分區的規則 都搞不清楚的話 要進入國會 恐怕會是台灣的災難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說他是排名第14嘛 那他可能忘了說 在不分區名單裡面 至少女性要佔1分2嘛 仔細的看那個名單 女性如果要佔1分2的話 王毅川先生恐怕排的不是14喔 這些基本的規則跟數學 他可能要重新搞清楚 謝謝 那不好意思 國昌老師我再補問一個 因為針對像是綠民現在 不斷的在針對你爆料 會不會覺得就是好像有點 現在好像也是要開始 全面針對你 甚至你的家人可能都會 再被無限的上綱 這些事情其實716的時候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三立跟民進黨不是就在做了嗎 716的時候 對於我啊 真的是超家滅族式的追殺 但我毫無所懼啊 事情是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回顧過去的歷史啊 民主進步黨提出了很多烏龍的抹黑 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看到他們道歉啊 說我設置違法停車場 結果連行為人都搞不清楚 一個執政黨 一個媒體 如果連基本的事實查核 都沒有辦法做到的話 這恐怕是台灣社會的災難 那第二個事情 針對我家的事情 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的處理清清楚楚 公開透明 依法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絕對不會說齁 明明啊 整棟是違建 說不是違建 我也絕對不會說 明明沒繳稅 我還說 我有繳稅 這恐怕才是更嚴重的問題吧 那我也可以跟各位預告 問題嚴重的層次 不及 不只是如此而已 未來我會再召開記者會 更清楚的說明 到底他們還殺了哪些謊 那請問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 副首吳欣寅這邊的雙重國籍 有一些問題 那現在我平面報導說 民眾黨內也沒有人有看過 吳欣寅放棄美國籍的資料 想說民眾黨在這邊怎麼看 或是這個總幹事 黃珊珊總幹事 針對這個問題 有需要回答一下 謝謝老師 這樣子我想這個 其實這幾天發言人 跟相關五星委員辦公室 都有在做說明 我們在強調一次 他2014的時候 要從市公共服務 就已經申請相關的程序 那衛招公信 所以現在中選會 本來就要對候選人進行查核 在上一次的部分 去立委登記的時候 其實中選會都查核過 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一樣 回到問題的原點 如果沒有放棄 他就不可能 有這樣的身份 也不可能就認證了立委 我覺得還是回到大家去 關心整件事情的原委是 吳欣寅委員已經喪失國籍 這點是沒有問題的 以上 好 謝謝各位 我想要帶來問一個人的說 因為雖然吳欣寅被選做當副手 然後也被人司機說 向開關 可是看到就是 葡萄老師有募集的 1400萬 那是不是就是 民眾黨的那個財政 其實並不是像大家說的 像財團這樣子 各位我必須要說得很清楚 從我們二月份主席 開始競選到現在 我們沒有任何的 所謂財團 也就是包括吳欣寅委員 他自己捐輸給民眾黨的錢 大家都查到了 二十四萬 很多的人都說 民眾黨的狀況 我們跟什麼樣的財團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是小額捐款 那天謝謝國昌 他登高一戶之後 我們這樣多的小額捐款 陸續的湧進 不止一千四百萬 但是對於到年底選舉 還有將近四十幾天 要很多的活動 還有很多的相關的廣告 因為現在大家看得到 鋪天蓋地的這種 各種不同的 不管是文學或廣告 其實都非常需要他們的資源 所以我們其實 財務狀況 對柯文哲來說 他一直認為 台灣的政治敗壞 就來自於選舉經費的過高 所以今天看到到 我們還在賣小物 我們可能還需要更多朋友 如果他們省下一點點的 生活上的費用 其實對我們來說 就已經足夠了 我們不需要用到所謂的財團 這些都是可以調查的 台灣的金流 都已經是一清二楚的 所以有跟沒有 都不需要去造謠 如果有的話 那也不可能藏得住 但是我們還是非常感謝 所有的民眾 他們這幾天 對於民眾黨的支持 所以民眾黨會繼續採取 我們跟人民站在一起 我們是人民的代言人 包括我們的不分區立委 各位看得到 這三位 他們哪一位是財團 哪一位是因為捐輸給民眾黨 才得到不分區的名單 這個我們跟其他兩個政黨 最大的不同 好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針對 國會改革提出 非常具體的這個主張 我們要打造一個 監督問責的這個國會 那下禮拜我們陸續 包括司法的這個改革 基礎正義 財政距離 我們陸續的推出來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這個 民眾黨不分區 是具有專業 而且有戰鬥力的 我們是超越難力 最強戰力 好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